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 来教大家如何用这台H-Log Boost 那我们先开箱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箱子里面呢 有一条充电线 就是这样子的充电线 有这个导头 然后呢 另外一个头呢 就是好像电脑的USB一样 另外呢 盒子最底下呢 会有这个蓝色的帽子 这个呢 是给我们就是 不用的时候呢 盖上这样子呢 就不会伤害到那个导头 但是我们用的时候呢 记得要把这个拆开来 然后用这个导头 在我们的脸上 那很多人呢 开机的时候呢 会问 诶 我需不要先充电呢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电呢 有多少 我们刷一次 就会看到它的电量 那一般呢 你看到这个就有三格 那满格的时候呢 是有六格的 那充电的时候呢 很方便 我们这个 就是这边 你看到有机器的一个logo 我们很方便的 记得要整个踏上去 然后呢 它就会好像iPhone Watch 这样子 贴住了 一定要是贴住 才能开始充电 那另外一遍呢 我们的插头 很多人说 诶 这个我怎么插在那边 那你都会去拿 你的iPhone那个Charger 有这个的iPhone的Charger 你就把这个插进去 然后呢 你就可以插到那边 你就可以开始充电了 那充电的时候呢 它就自动 你不用碰它 它自动就会开始散 那如果呢 它还是没有满的话呢 它就会一直在散 一直在散 如果它一直是满的话呢 它都会 你怎么碰它 它都会有六格的电 那所以呢 充电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刚刚拿到的时候呢 如果是新机的话 应该已经是满电了 所以记得 这个要碰着 然后这样子是充电 然后呢 不用的时候 记得戴上这个蓝色的套子 如果准备好的话 我们现在就开始 教你如何用这台H-Lock Boost 那今天呢 除了我们用这个H-Lock Boost的精华呢 也会教大家 如何配上其他我们的如性产品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Line Corrector 那个虚纹精华 还有就是我们最有名的蓝珍珠 这个蓝珍珠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没关系 我们就用这个H-Lock Boost就可以了 用之前呢 你要看一下自己的皮肤 是不是很干 因为有可能你在冬天 或是天气比较干的时候呢 你的皮肤会比较干 或者你的皮肤有比较过敏性的 比较薄 或者是有红血丝的话 我会建议你 先敷一个补水的面膜 任何的牌子都可以 但是最好的话 如果你可以敷我们的也可以 一般我们开始之前呢 一定要用这个洗脸机 或者是你用你自己的洗面奶 把皮肤清洁好 然后呢 我们再去用我们的H-Lock Boost 那 Boost呢 那我们一般呢 就是3D精华在那个导头上面 然后我会打开机器 一扫 记得是慢慢的扫 就是从底扫到Logo下面才会开机 开机以后它就会慢慢开始散 然后呢 我就会放我们的精华上去 记得是三满的地 按到底 然后呢 我会均匀的涂在脸下 我会先均匀的把精华涂在脸上 然后呢 我再会开动那个机器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脸比较干的话 就很快吸进去 那我们就扫第二次 记得慢慢的从底下 扫到那个Logo上面 它都开始响了 开始响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开始运动了 然后呢 记得要很慢 很慢 很慢 因为它一秒钟会分八次那么多的电流 那所以呢 我一般都会建议伙伴停留在一个地方 大概两秒钟 然后才动 这样子呢 你就会让这块的皮肤 有16次的频率 去做这个 造型你的皮肤 还有就是 它是靠一直换来换去的电流来打入这个美白的精华 那很多人呢 想更好的效果呢 重点是 慢 慢 慢 因为呢 它一定要是用时间才能换那个电流 才能帮助到我们去打入我们的精华 那手法呢 你可以看到 我是很简单 往下往外的 那力度不用太大 那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干的话呢 你有可能会感觉到比较吃痛 那刚好一分钟就做完了 那所以呢 其实你看到 我的皮肤有可能比较干 那吸收的比较快 那所以呢 我一般就可以这样子拍下去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另外一边的精华了 如果你做完以后呢 你想做脖子 其实也可以的 脖子的话 我一般会用两滴精华 就是一二这样子 然后呢 也是均匀的涂在脖子这边 这个位置 OK 然后呢 打开机器 然后呢 就从下巴这个O位 然后往着耳朵这边去做 因为其实很多 我们要脖子纹 我们没可能美白我们的脸 然后不美白我们的脖子嘛 那所以一直就是往上 然后呢 就是往上的 这样子往上的 所有都是往上 力度不要太大 因为太大 你的精华就会卡着在这边后面了 所以我们慢慢的往上 到下巴这边 然后从下巴这边奥耳朵 这个就是我们做脖子的一个手法 好不好 然后呢 一定要在耳朵后面也听一下 就是脖子这边这样子往上下 然后到这个骨头这边就是往下 OK 然后呢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保证整个脸都是亮的 这样子呢 你慢慢做大概一分钟的一个cycle 就可以做脖子 这样子呢 你的脖子纹都会慢慢淡起来 还有就是你整个脸看起来都会很亮 那我们刚刚也是做完一分钟 脖子然后脸上 那所以呢 脖子跟脸上都做完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轻轻的 记得要拍进去 因为精华呢 是慢慢要吸收进去的 如果你太感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变成有戳泥的感觉 那所以一定要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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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那做完boost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像你自己最喜欢的精华了 那我最喜欢的精华呢 有它 还有它 一个就是蓝珍珠 另外一个就是虚纹精华 那虚纹精华呢 有帮助我们去那些 呃纹落 还有就是抬头纹啊 或者是法令纹 那这个呢 你可以挤一下上面 然后啊 就是去用 但是今天呢 我想focus在这个蓝珍珠 因为这个蓝珍珠呢 真的很好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弹力蛋白 那这个弹力蛋白呢 是让我们比较有Q弹的一个感觉 那所以呢 我们很简单 用一颗的时候呢 我们用完布置 用一颗拔开 然后均匀的把它涂在脸上 那脖子也可以涂 OK 然后 记得是用这两个手指 这两个手指去涂 然后我们轻轻的 从眼这边 然后额头这边 往下 记得不要忘记你的眉毛 因为眉毛只是 如果你把它这个皮肤 也提升的时候呢 你就会眼睛比较大 看起来的那个精神就会比较好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法 就是往外往下的 但是记得要用这两个手指去按摩 会比较好 然后脖子呢 就是往上 然后往后的 往下往后的 OK 往下往后 这样子呢 你整个都会提升了 记得不用太大力 因为你太大力 你就会戳到你的皮肤 但是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感觉上 你的精华跟 那BOOST的精华一起运作 那有多的话 你可以涂脖子 或者是胸口也可以 因为这个呢 两个精华都会让你的皮肤会紧致 还有就是让你的皮肤有一个弹力 那所以呢 记得希望这个过程 你是可以帮助到你 新年会有一个更亮的表现 最后 我们还有就是很多用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精华还在后面 还有里面都卡住了 那所以呢 清洗的时候最好用一个毛刷 或是你可以用你的牙刷 皱的牙刷去刷一下它 那冲水的时候呢 记得机器是往下的 然后呢 这样子去刷就可以了 记得就是冲水是冲这个部分 然后这样子去清洗它 这样子呢 就比较干净 另外呢 清洗完记得要把这个帽子戴上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protect 就是保护这个导头 不会让它被伤害 然后你可以放一个比较干的地方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保护你的BOOST 用得比较久 如果你还有其他需要的话 欢迎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谢谢大家